这是我的第一只小海怪 派大星 皮卡丘 今天送你们两口子一个大惊喜 为了丰富他们两个的文化生活 我准备在隔壁 开一个人工的笔器堡 再让你们看看 真实的派大星它是干啥的 第一步呢 过温过水 那这就叫过水啊 来海参哥喝一口 海参哥有点大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它 它像一个盛开的排骨 有请我们的主角派大星 来跟我们比划一个 不睡不睡 不对啊 我家生物不这么叫 这么叫就好多了 它和动画片里一样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它觉得呢 这个沙子里肯定有好吃的 所以说它把沙子呢 挨个儿缩了一遍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 翻沙派大星 优点呢 就是可以清理底沙中的脏东西 而且呢 它不吃珊瑚 比较安全 缺点呢 就是确实可适点 但是呢 好看的海星 它吃珊瑚啊 你看这翻沙海星 它就不吃 它各样人家 它在下边干啥呢 给奶嘴一顿被刺吗 给人家养养成这样 因为这缸水呢 我已经背着你们养了 半个来月 所以说它们渗得很快 真开心啊 满哪儿溜的 我这点沙子呀 都不够你产的呀 目前是我们比奇宝的 1.0版本 下皮生物马上就到 皮卡丘 咋样好看不 我打算升级到3.0版本 给孩子累坏了 这应该是睡着了 今天的不开心 就只于死吧 明天依旧光芒万丈啊 宝贝 这蛋都紫了 再不开就晚了 它的舌头 净人是透明的 我这五蛋和六蛋是哪吒吗 我4月28号生的 不是拍的 这都三个半月了 还不出来 给你们看一下老九 这是发育过程中的 粉色的 你们再看看它 这都实心的了 不行等不了了 必须得开了 我又不敢 我到新姐这了 这怎么街声还排上队了呢 啥都憋死了呢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得开了 先就它吧 它明显更着急 完了 小东西不动了 还是晚了一步 它动了吗 下一步就是赶紧喘气啊 你这样不行啊 你瞅瞅 多救心 这感觉啊 就和在左下角 真山海经中 浮发血蛋一样 里边有648种 它一具30颗血蛋 随意浮发 每颗浮发出来的都不一样 现在厂加周年庆活动 从左下角下载进入游戏 不仅升级速度加倍 升一级还都送10颗血蛋呢 看到了吗 呼吸了 不过这个小宝长的吧 你们对比一下 这个铜窝的兄弟 奴美大眼的 但是他这个正脸瞅着吧 一言难尽呢 这铜一窝的 为啥差距这么大呢 这是我第一次观察到 刚出生的刘薇丑公 舌头竟然是透明的 跟凉皮儿似的 你们看这只 就很符合我的审美 大眼睛短鼻子 这只呢 哦 尾巴会动 今天新姐接生了三只 太累了 我那也不差一天了 我喜欢上这只了 怎么办呢 这小模样 长大了肯定好看 给我个建议